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话说剧 唯一能使团队进步的就是团队合作 上一季中女队赢得胜利后 在晚餐服务中一点团队意识都没有 从而输给男队 杰米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不知道剩下的人会不会明白团结第一的道理 今天咱们继续地处房第七季第四季 大家都离开餐厅后 戈登想找萨维托谈谈 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个选手 希望萨维托能够振作起来 戈登的鼓励给了他很大的勇气 等到所有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 他却奋发图强地和斯科特在研究菜单 转眼就迎来新的一天 戈登为大家准备了具有针对性的挑战 制骰子 投到的字幕代表一种食材 这个游戏老朋友们应该都熟悉了 既可以测试厨师们的思维敏捷程度 还必须把所选择的食材放在一起烹饪成一道菜肴 这也可以锻炼厨师的创造力 斯科特的是H 他选择了笔木鱼 杰森的是E 选择了橘具 艾德选择的是菠萝门身 这可是个可以百搭的蔬菜哦 天井不错 本杰明选择了螃蟹 杰伊再三思考选择了豌豆 最后萨菲托选择了熏肉 还没开始做 蓝醉的食材听起来就很诱人 接下来看看女士们的运气如何 弗朗西斯投的是B 听着大家催促 还着急忙慌选择了甜菜 虽然用处不大 但是也要接受啊 尼卡选择的是葱 等到秋天的时候 实在没什么可想到的 最终选择了芒果 西邦胜了一个集 她选择的火腿 结果玛丽亚闹出个萝卜 最后一个好例 她运气不错 选择了鸭子 终于有肉了 不然真的不知道 女队要用那些食材 做出什么菜来 接下来一共有30分钟的时间 用所有食材 创造出一道新菜 厨师们必须通理合作 巧妙使用6种不同的食材 很快时间到 双方都按时完成自创菜品 女队的是芒果煎鸭肉 配菜是萝卜泥左火腿 芒果和甜菜 萝卜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非常好吃 尤其里面放了鸭油 是个很明智的决定 南队做的是 铁板比目鱼做咸肉 豌豆 蟹肉酱 比目鱼酱料做的都很到位 但是 菠萝门身油炸过 这个有点失败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看得出来两队 都对菜品用心了 两道菜都是美味加油 不过 必须要分胜负 最终格登决定南队赢了 因为女队鸭肉 放的肥肉太多了 这也成了这道菜的败笔 第一厨房 一直都是该赏赏该发发 女人就留下来扫扫地 擦擦地毯 打扫卫生 帮两个厨房做晚餐准备 老爷们去跳伞 没想到 杰夫不敢玩 他决定跟去看看 过过眼影得了 正当女人们累得冒泡的时候 蓝队和哥登会合了 来的目的就是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 老爷们都爽了 姑娘们可不容易啊 干活不说 还得接受小可爱的白手套检测 而此时 杰夫被骗了 说好的就看着呢 怎么也被送去翱翔了 等他出来后 他想在家里安装一个没事玩 我真的想知道 这是真的克服了吗 等他们再回到厨房的时候 女队还在辛苦劳作 为晚餐服务做准备 安迪知道姑娘们挺辛苦 过来安慰几句 不安慰还好 这一安慰 玛丽娅还控制不住了 去楼道里委屈的哭天抹乐 这么一瞬间似曾相识 让我瞬间想起了爱偷懒的蕾丝 玛丽娅的情绪难以自控 安迪过来安慰 就这一句话 让玛丽娅燃起信心 今晚第一厨房要招待一些非常特殊的客人 红队的嘉宾是晚间娱乐的主持人 以及家人 蓝队的客人是明星伙伴的主角 她可是个大美女 所以今晚两队加把劲儿吧 拿出真本事来 打开第一厨房迎接客人 特别嘉宾很快就已经到场 他们不仅来用餐还坐在厨房的专用餐桌旁 刚一开始斯科特就又犯老毛病 他总是想一手遮天下 厨房里的大小事情他都想指挥 可是根本就没有人听他的 戈登看见他的一举一动 都觉得一脸懵逼 最后还是杰森的开胃菜 为蓝队赢得了开门红 这可是啪啪打脸呀 另一边秋天的天使西面里放了龙下 这是什么操作 不等着挨骂还等啥 就在红队还在翘首等待的同时 萨维托的鲦鱼开胃菜 也完成了 最后居然没手 没办法只能重新做 趁着这个机会 红队反超 西邦的天使西面也做好了 没想到 他真是傻逼到家了 又放了龙下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看来赢的希望要渺茫呀 只听见戈登一声俱吼 难道萨维托的菜又二连杀了 还好这次没有 他的鲦鱼做得非常完美 经历万难 两队都送出了开胃菜 戈登希望在主菜上能够顺利一点 红队明显上了正轨开始沟通 这才是戈登想要的厨房的样子 很快妮卡就在肉类操作台出战告捷 而另一边的男队 萨维托也重拾信息 端出来的菜都是符合戈登标准的 眼看已经要以完美结局今天的晚宴 问题却又接踵而来 爱德的土豆泥毁了萨维托的鱼 这真他妈的是喝凉水都塞牙呀 但是看来没有影响客人的食欲 毫无发现呀 可红队的客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而秋天还在不紧不慢的烹饪 眼看鱼都做好了 他还非要以优美的姿势收场 最终鱼毁了 骂还得挨着 本来戈登的心情都要变好了 没想到最自以为是 还爱管闲事的斯科特也出现问题 牛排几分熟都分辨不出来 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蓝队吹牛皮 两桌的顾客到现在都还没吃上主菜 红队最后居然是在尼卡的努力下 完成晚宴 至于蓝队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 斯科特被再次警告 三分熟的牛排 你不是做生了就是做老了 这样蓝方厨房顿时乱作一团 直到这种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咸鱼翻身 萨维托身上绽放出主角光环 他把贵客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从那以后所有人就像开了挂一样 开尾菜 主菜 甜点 一一飞出厨房 两队都完成了所有的上菜服务 顾客也是酒足饭饱满意的离开 今天的晚宴长话短说 萨维托是一个拥有潜能力的人 尼卡也是表现的无可挑剔 鉴于这二人今天晚上完美的表现 回去从各自队里选出一名淘汰者 今天的比赛没有谁胜谁负 想要挑淘汰人选 属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 萨维托和斯科特想好好聊聊 在萨维托有困难的时候 是斯科特伸出援手 但是他今晚的失误确实有些大 总想着对别人指手画脚 却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是最大的坑 交情也好 心机也罢 最终的结果是 谁也干不过哥等等 女队选择的是秋天 虽然理论基础很扎实 但是今天却没发挥好 男队萨维托忍痛割爱 选择了斯科特 菜做的不好 时间也掌握不好 属实不应该发生在专业的厨师身上 二人上前 给我一个留下的理由 斯科特这是第一次犯错 他觉得自己是目前最好的领导者 以后会吸取今晚的教训 不会总管别人的事 但在戈登的眼里 你根本没有那么优秀 要知道 把姿态放低 谦虚一点 秋天对做菜充满感情和热情 他本来前程四季 却放弃了读博士 只是因为自己喜欢碰人 他不想离开 想要证明自己 戈登最后的决定 难道这是要全部淘汰 简直太惨了 但是跟戈登玩 永远都是猝不及防 他让两个人互换队伍 希望你们别浪费这个机会 今天只能用大吃一惊来形容吧 戈登给二人留下机会 只希望他们都有出色的表现 不然只有被淘汰 下集中戈登要带选手们抓住 会带来哪些爆笑的场面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精彩 好了 今天的第一厨房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拜了个拜